所以焦點要來看到就是新竹警方深夜貨報 當時男子呢帶著女兒去吃宵夜 但是無緣無辜的竟然就被人砍傷 而警方火速呢在48小時之內就抓到了這名嫌犯 不過嫌犯公稱啊 其實他搞錯對象 砍錯人了 刑事幹員一擁而上 將涉嫌當街砍人的犯嫌壓制逮捕 偵查隊員將男子上銬逮捕 新竹縣虎口鄉勝利路二段上的一間超商 二十四號深夜十一點多 跑進來一名被砍傷的男子 警方到場火速將男子送醫 專小組調閱接任器畫面發現 犯嫌共有五名男子 隨即繽紛多路分別在基隆市新北市金山 以及桃園大溪新竹湖口交流道等地 將五名凶嫌通通逮捕歸案 警察系拱姓男子誤認其成性女友 與別的男人喝酒 因而出境大發 所以夥同其他共犯 將被害人誤認砍殺 逮捕行動中 袁警分別在凶嫌身上查出 毒品大麻一包 安非他命吸食器 以及犯案凶器兩把 犯嫌行凶使所穿的衣服等證物 全案依殺人未遂 毒品危害防罪條例等罪嫌 將五人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顏永龍新竹報導